大家好,今天是5月3日星期五 又到假期了 假期之前市場一定會有些調整 今天亦出現了 今天升的板幣相對大半 看看升哪些,保險仍然會繼續升 因為A股做好,所以國內保險股的投資都回來了 運輸企好,綜合企業做好 紙和林業產品做好 因為製造業好,所以用紙是多 黃金做好很簡單 因為始終有一個地緣政治影響 好,我們看看保險方面 你看到很多大的保險公司都是做好的 好,再跟著我們看看運輸 運輸有些是小隻的,升得很好 其他都有物流股方面是好的 尤其是綜合企業,就是有香港的綜合企業 有國內的綜合企業 這些都是做得好的 有些比較小的,就升幅多一點 帶動了整個板塊的上升 所以綜合企業只是做社交 不算是全線都向好的 黃金向好,這是固然的 不過很多都是小櫃的東西 帶動了整個黃金板塊是上好 其他整體的事情都是需要怎樣 大石一些,反正有回下 還有其次就是紙和林業產品 小櫃的東西就升多一點 其他沒有什麼表現 跟著我們看看今天是期指 期指今天在上面升上去185區之後 早見過18591 差不多是186 在這裡面,如果我之前預期 恆生指數可能需要去到6月底 才見到185,150 不需要到6月底 5月初已經見到 這個升勢之急 我相信很多人都會有一個印象 就是 好像2022年的10月那次的升幅 無論如何也好 無論如何也好 估計應該現在它會回來 試回去 在182,00左右附近 來做調整 希望可以站穩 站穩之後可以繼續上升 這個始終還是需要等 不過始終有一個口號 你要記住 就是 傳統的詞語說 三氫五黃 四窮 三氫四黃 五窮 六絕 七班生 四 最拉尾的月黃了 最拉尾的月黃了 到五月是否需要整固呢 這個可能是有這樣的可能性的 至於 三氫五黃 一慢 五月黃 三氫五皿 一片 三氫六五 五四 五四 一片 五四 三氫五五 三氫六